什么叫命好,吕后的命好吗? 不好,他虽然叱咤正弹,执掌天下,但这一生情感的空缺,刘邦的招三目四,也令他伤透了脑筋。 欺夫人的命好吗?一开始是好的,从养花女跃入皇宫,深得刘邦宠爱,夫君疼,孩子可爱,位置仅在吕后之下。 按说这样的福坟足够献煞他人了,可是他并没有在命好的路上驰骋,而是开始了作死,非要骑到吕后头上拉屎,打人家的孩子,夺人家的位子。 所以,他最终落得了人质的下场,其实,欺夫人的下场,完全是自己一手导致。 根由在于他完全拎不清,本就是偏防的他,在那时已经很幸运了。 可是他却得拢望鼠,生生断了自己前程,还连累了儿子。 相较之下,同样处于夫人的地位。 汉文帝慎夫人,则要命好许多。 她是有貌有才的邯郸大美女。 其实这个能歌善舞的邯郸大美女,也是汉文帝的宠谢慎夫人。 一开始也在欺夫人一样的人,置边缘疯狂试探。 底气来自哪儿? 当然是汉文帝的宠爱啊。 宠到何种地步? 这么说,简直比其夫人还要厉害。 皇后斗衣房失明后,汉文帝便常常与慎夫人在一起。 除了上朝,其他时间,一眼看不到就会扯起嗓子喊。 亲爱的,干嘛呢? 我想你了。 慎夫人有个头疼脑热。 汉文帝二话不说。 端水未要。 围在床前半步不肯离开。 直到他好。 慎夫人爱跳舞。 爱鼓乐。 汉文帝亲自高歌为他合奏。 就连平时与斗衣房说点什么事。 汉文帝依然拉住他坐在身边。 与斗皇后除了名分。 其他无异。 看到汉文帝这么宠自己。 慎夫人人也飘了。 脾气长了。 平时作威作福也就败了。 开始了公然挑衅豆皇后。 话说。 七夫人即使在献媚。 刘邦也从来没有带他与吕后一起吃过饭。 毕竟味分有别。 但顺夫人不一样。 他非要动动豆皇后这头温和的狮子。 他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毛丫头。 有一天。 汉文帝看天气不错。 就带了豆皇后和顺夫人一起出外游玩。 从这里可以看出。 汉文帝确实是一位重情重义的好老公。 豆皇后虽然失明。 但从没有忘记他。 有什么事时常将他带在身边。 汉文帝对正事好。 顺夫人自然心里也不爽。 于是。 吃饭时。 他便擅作主张。 让人将自己的座位放到了正习的豆皇后身边。 一个是妾。 一个是皇后。 一个是偏房。 一个是正事。 一个是弊。 一个是主。 这在以礼数大于天的朝代。 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啊。 豆一房能不知道。 他知道。 但他不说。 他想看他接下来的举动。 汉文帝看到了吗? 当然看到了。 因为座位就在自己身边啊。 眼见皇后忍耐。 皇帝纵容。 慎夫人得意洋洋的准备入座时。 刚正不阿的元昂看不下去了。 他直接令人将慎夫人的座位撤了下来。 摆到了偏袭。 毫无疑问。 这一举动让慎夫人立即炸锚。 你疯了。 脑袋被门挤了。 神经病发作忘记吃药了。 元昂则正义领然道。 不是忘了吃药。 是看你病了。 把药送给你了。 一个臣子公然回对自己的爱妾。 汉文帝宠妾狂魔的病也犯了。 但考虑到人多。 也没当场发作。 赞然站起。 随住一句我该回去喂爱哈了。 不然他饿了又该拆弓了。 措辞后。 拉住宝费慎夫人就离开了。 她是迷途知反的理智女。 看到皇帝也生气了。 底下人都为元昂捏一把汗。 要知道。 这可不是小事。 但元昂是谁? 元昂是孔子的铁杆粉丝。 脑子里有助教浓厚的儒家思想。 非常注重强调等级名分。 一切必须按理行事。 认你怎么受宠,都不能有见悦行为。 而且她个性刚直又不是一天两天了。 何况。 汉文帝之所以赏识她。 不就是因为她的残干胆识与见解吗? 所以。 她一点也不怕。 回去后。 她知道汉文帝在气头上。 也没立即找汉文帝解释原因。 而是再过了几天后。 估摸住汉文帝的气消了。 台上折子说明了原因。 大意是。 哥们儿。 你呀是为这点事生气,可就太不值得了。 你喜欢慎夫人。 但也得顾及礼数与位分啊。 你倒好。 什么也不顾。 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喜好安排。 天下是你的。 地球就得围住你转啊。 你以为是对慎夫人好。 错。 你这不是爱她。 是害她。 而我把她的座位坏了。 也不是公然给她难堪。 而是为了保护她。 当年刘邦宠爱欺夫人的事你知道吧? 结局你也看到了吧。 惨不惨。 血腥不血腥。 你要照这样宠下去。 早晚没得宠。 一番话说的汉文帝倒吸一口冷气。 不但没气了。 还赶紧拿笔亲自寄了下来,读给慎夫人听。 慎夫人本来愚怒未消。 听到这话也冷静了。 且还为自己的鲁莽愧疚不已。 当即就贝勒厚礼,亲自登门向云昂道谢。 天啊! 谢谢你。 要不是你。 我还不定做成什么样呢? 从那以后,慎夫人摆平了自己的位置。 对自己该做不该做的是拎的门儿清。 以至当汉文帝过世后, 落得了初宫与亲人团聚的善终。 可见,凡是拎得清对一个女生来说有多重要。 尤其是感情这事。 拎得清的女生,命才好。 然而,虽然时代在进步, 今非昔比。 但是拎不清的女生, 没有慎夫人的美貌与武艺, 还妄想拥有欺夫人野心的大友人在。 比如,闺蜜。 网上抢闺蜜男友,老公等事件数不胜数。 她拎不清闺蜜这层关系。 不但心恩里得地享受住闺蜜情。 穿人家的衣服。 背人家的包包。 还蹬鼻子上脸。 偷人家的老公。 花人家的钱。 名利献媚。 阿里献身。 每天沉浸在偷来的自信中不可自拔。 并还取了个好名的名字叫真爱。 而当看到人家与妻儿出行。 共享天伦时。 立即又拎得清了。 感觉不公了。 开始抱怨。 我也要正大光明的天天跟你秀恩爱。 首先手去沐浴阳光。 在人海中自拍。 再不然。 一言不合就要据为已有。 迫使男人将自己扶正。 好花人家的钱。 打人家的王。 抢成功了。 去朋友圈晒合影并配文字。 历尽风雨。 终于等到你。 真的成功了吗? 有句话说得好。 有一就有二。 你的成功不过是给了渣男继续出轨。 继续变花惹草的自信而已。 没抢成功。 端住酒杯流住眼泪。 去朋友圈大道苦水。 人这一生。 谁不会遇到几个渣男。 总认为自己活成这样。 都是渣男不负责任。 都是他的错。 其实。 你拎得清他是渣男。 为何拎不清自己? 为何不去看看那些拎得清的女人? 生活是多么敞亮。 他们对朋友拎得清。 该做的做。 不该做的从不待劳。 所以他们人缘极好。 他们对自己拎得清。 知道要做什么。 知道要到哪里去。 所以动力十足。 每天自信满满。 他们对生活拎得清。 行得正。 做得直。 每天出来进去从不捏手捏脚。 从不缩头缩尾。 所以每每以稳健的脚步走在路上。 大气中总是透露住无尽的底气。 令人羡慕。 所以。 当吐槽对方是渣男。 将自己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。 最该骂的不是渣男。 而是自己。 因为他连自己做人的骑马底线都拎不清。 还想让一个本就没责任心的人负责。 无非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瓣了。